哦 生病 那我们祝他早日康复 两位好 这个东森总共很多集团要来买嘛 一定的嘛 所以总共有几个集团有来询问相关的事物 我们打电话回去问主秘 主秘在开会 我们叫他火速回电话回来 没有 是只有DMG来还是很多集团来 好像不止一家来询问过 不止一家吗 是的 那DMG是哪一天来 我们也在问主秘 他因为在会议 来 处长知道了 来 处长主管嘛 报伟 因为他们来的时间 我好像去参加行政狀会 我并没有参加 你也没有参加 所以我派同联系 所以我现在也一直在call主秘 是 不过我想刚刚那个 因为那个赵伟已经 是谁来安排这个约会的 他们的人来联络的 他们是谁 他们好像是有台湾的那个委托律师 他们是谁嘛 就是DMG 所以是DMG委托台湾的律师来询问是不是 对 那你再讲一遍 是DMG委托台湾的律师来询问的吗 我初不了解是这样子 是这样吗 对 那确实我真的还要再询问 所以是DMG要买吗 对不对 其实跟文报 他就如同你讲 他一直在这个确定以前 他其实按照东森的说法 说有很多主买家 对啦 但是DMG确实想买 对 你们交得很好 谁交他们的 那一天谁接见 接见是主币 交出什么结论 他就来问法规命令嘛 对不对 就是相关要遵守的法规 对 所以你知道你们交到多好吗 你们交到 他们已经非常精通我们的法规命令 然后找到一个狡猾而聪明的购买方式 就是用集团下面一个 美国公民的个人身份来买 我说NCC一个月前 把他们交得真好啊 我觉得委员这样说有点不公平 其实我 你们可能是无心的啦 没有我们就告诉他说 告诉他说 按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法规 按照未管法相关法规 有哪些规定 你们理当做这种服务 国家招商不管谁来理当做这种服务 那好已经造成这种结果 我可以修正 修正说你们在动机上心态上 绝对不会想要教他们专法律漏洞 可是造成这个结果了吗 他们深知我们的法规命令以后 现在找到一个专法律漏洞的方法 找一个美国公民个人来买 那处长 你刚刚一句话 我批批托 我听了批批托 刚刚不晓得是不是罗委员 我现在忘记 质询你的时候 问说你们要严审吗 那你回答说 我们会依法审查 那问你说 那他们这样来买可不可以 你说现在还不知道他们会用什么刑事来申请 对不对 确实不是 确实嘛 问题就出来了 问题就出来了 这就是刑事审查主义 你们要用刑事主义去依法办理 我告诉你 会过 全国人民挫萎蛋 那以今天NCC处长在这里答询 挫萎蛋 为什么 任何形式 太多形式 可以规避我们现行的法规命令 可以规避到 它绝对不是中资 然后绝对依法可以买 它已经会了 已经用 美国公民个人身份要来买 那我问你 处长 如果他真的用美国公民个人身份来买 依现行的法律要认定为中资 容不容易 报文 您刚刚那个说法 我觉得应该是媒体 这两天报导中一个说法 因为我自己也有看 我自己也有看 洛杉矶 它是讲美国的DMG 它并没有讲个人 那个人好像今天有部分媒体报导 所以其实我们要怎么审 就是看他的投资架构 投资架构来 以后我们会根据他的投资架构 该查该审都一定查 那一定是原审 刚刚跟我报告 就是刚刚罗伟也是讲说 那当时来那个DMG 是美国的DMG来 还是中国的DMG来 是就是美国的DMG 它背后控股就中国DMG 现在我们看报纸是这样写 看报纸是这样 所以其实背后是中资 背后是中资 好 那我现在要问你们一件事 这个主委要来回答 其实主委也不够 副主委也不够 主委要来 经济部部长要来 要来回答一件事 就是说 假设报纸现在讲的是对的 它用美国公民个人身份要来买 假设是用这样 那你们真的会相信 这是一个美国公民个人身份 来买的案吗 我们不晓得是哪一个美国公民 所以我们不晓得怎么相信 就孝先生嘛 来 如果是他 然后就说今天报纸 社会已经废废严压 你要给人民一个安定感 如果今天就真的是用孝先生的名义来买 然后他是美国公民的个人身份要来买 那你们在审查的立场 会真的把它认定成是 一个美国公民的个人身份来买吗 不会 还是不可能这样 他们不可能这样 所以今天媒体都说错了 那个委员刚刚你讲个人 他是应该今天媒体报道是说 那个DMG的在台代表发言人是说 那个DAN 那个叫什么 DAN 那个美国人 DAN MIX 他个人不是指那个 那个Soliday小学生 好没关系 那那个人的个人来买 你们会认为他是个人来买吗 所以我们还是要等他案子进来 不行啦 我如果是你 我不会这样回答 现在报纸写这一点 该查我们都会查 来啦 副主委 如果是这个美国名字DAN 是吗 DAN MIX OK 如果是Mr. Dan好不好 如果是DAN他用他个人的名义来买的时候 你们会以他就是一个美国公民的个人身份下去审查吗 来接案吗 这个外人投资 这个投审会也要对于这个投资人的这个 这个股权结构以及资金来源进行严格审核 你们都没责任吗 你会提供什么意见 我们也会去 就我们主管的项目去审查 会提供什么意见 你们会认为这是DMG买还是美国公民个人买 因为现在案子还没有审 我也不宜提供我个人的这个意见 真的不称职啊 真的不称职啊 因为其实实质认定已经出来了 为什么我说实质认定已经出来 当想要买的对方 当买方是以DM集团中美国的DMG公司来跟你们接洽 这就是实质认定很清楚就是DMG要买 第一个动作来跟官方接触 你们一定有记录嘛 对不对 某年某日某某人什么约然后谁来谈什么事 会有记录嘛 是的 对嘛 台湾中华民国政府NCC已经有一个记录在那里 记载着一个多月前的某年某月某日 DMG美国的DMG公司委托台湾律师某某某某某某某来拜会 来讨论要恰够东森媒体集团相关的法令规定 对实质认定很清楚了 很好 谢谢你们 很证明是DMG要买 DMG要买啊 他们委托台湾律师来问啊 然后问得很清楚 回去以后就找到这个法律漏洞 把它改成规避台湾所有法律的美国公民个人来买 今天本席问清楚这一个point 这一点 绝不允许你们让他用任何假外资或者是个人身份来买 全国人民绝不相信 已经适时证明想买的是美国的DMG公司 来本席告诉你 中资常常如何狡猾 本席其实花两年的时间 废了一个标 这个标是中油要花2900万美元 要在我们的禁制海域台南盆地 也就是嘉义以南 彰化嘉义以南一直到左营的内海 做海底三滴政策 当时得标的第一名是马来西亚商 中海油田公司 是马来西亚商 一个英文的名字 你知道这个马来西亚商 它是用一块钱的美金 也就是新台币30元在马来西亚登记的 第一名我记得是叫做COZO 第一名是一块美元在马来西亚登记的 它的背后呢是中国的国营企业 中海油田公司 那它的控股公司是中国海洋石油公司 就是中国的国营企业 那第二顺位呢是新加坡商叫BGP 它呢是用1000块美元在新加坡登记的纸上公司 它的控股公司是东方地球物理探勘公司 是属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下面的子公司 也是中资 我跟各位说 刑事审查一切合法 所以就开标了 刑事审查一切合法 这就是今天东森这个买卖案 你们将会遇到的事实 它的刑事绝对一切合法 所以我现在要先把话说在前头 我绝不允许你们做刑事审查 为什么 因为实质认定很清楚 有证据 有事实 让你们做实质认定了 因为实质认定就是 是这个美国的BNG集团要来买 因为当初来 就是这个集团委托律师来的 由不得你们用刑事审查主义 处理这个案子 它实质就是中国控股之下的集团 要来买 而依我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73条 再依我们的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 许可办法第8条的规定 这个背后是中国控股公司 所掌控的美国的这一家娱乐公司 它符合我们第8条 所谓来台投资的项目 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具敏感性者 你们要禁止投资 要限制投资 是的 我们会去严格审核 谢谢 关键点在那个第一个动作 已经很清楚 是这家公司要买 不是个人 好 我们接下来请赖